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慈祭环保30呢 想给大家来到的环保站是 吉隆坡大城堡TSP环保站 那这个环保镇呢 是坐落在公园的其中一个角落 由两个铁皮屋来组成的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当地的志工 这环保站有什么样的特色 叶师兄早安 早 叶师兄想问一下 这个很特别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把衣服传下来呢 因为我是以前在这边搬的时候 都是觉得很辛苦 这样我们就想办法 比较容易的咯 就想到这样子咯 这样变成一个人 两个人就可以做这种东西了 不用讲一大堆人做咯 那以前是多少个人做 那现在又多少个人呢 以前去 以前是全部人来到 要出玻璃跟出衣服先咯 出完了才做咯 现在不用咯 其他人做别的东西咯 我们就做我们的东西咯 两个三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间上面会不会省下很多呢 时间是省很多咯 最少半个钟头 因为以前要一个钟头 现在半个钟头就可以了 人手又少 所以容易很多咯 还有现在我里面 我也是想做一个钓机给他们钓衣服上去啦 哇 很好耶 很好的一个概念 那我看到这边有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哦 这些衣服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咯 他都是用衣服把它包起来的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咯 这样它不会破啊 比较容易啊 旧的衣服是全部拿来这样子进咯 不用用纸袋 不用用什么 哦 很好这样子 谢谢耶师兄哦 那我们看到说 既然可以减少使用塑料袋 那又能够呢 就是把那个衣服再重新使用啊 其实是很巧妙的一个构思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去看看 我们的衣服的量有多少 那为什么会促使志工呢 想出这样的方式 呃 从楼上把它滑下去 那每一次志工回收到的衣服呢 都会把它整理好 然后把它装箱起来 然后放在这个楼 隔楼间 那我们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衣服以外 我们也要看看一下 这个环保站非常重要的资源 也就是玻璃瓶 是怎么来处理的 诶 立江世界早安 想问你一下说 呃 这个玻璃瓶啊 这么重我们是怎么来搬运的 OK 那之前我们还没用这个 环保站的时候就是乙人工 那乙人工是长久以来 老菩萨这样子做很吃力 那因为通常我们每一个 两个星期这样出一次 都差不多整千KG 所以我们就大家及时广益 那我就想到既然是有 有要做长久 那就以最简单的 只要一个人工 那有时师兄都不在啊 那就是老菩萨来付出 那我想到如果男师兄不在 也能够以最清 最比较方便 然后就省老菩萨的那个力气 所以你们大家看看 就是做了这个 这个是环保哪来的 那这个是有人戒严的 就跟他讲这个是二手的戒严 那这个只要一个人力就OK了的 那通常是以这个师兄来 大宗师兄 麻烦你来处理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请师兄来示范一下 怎么把这个很重的玻璃瓶呢 用油压的方式把它拖运到 适当的地点 然后交给环保回收商 好我们现在看得到 其实通过油压的方式呢 一个师兄其实就能够把 这一整箱的这个玻璃瓶啊 把它拖运出去的 那是非常的节省力量 也节省 也照顾到这个安全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现场呢 还有很多的环保志工呢 在做这次分类 那为什么从早期的七到八个人呢 到如今的有这么多志工 在现场在做这个自用回收的动作呢 其实保温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资深志工采坟师姐呢 来告诉大家 怎么做到保温的动作 台湾师爷早 好 早 师兄 想问一下 我们的志工是怎么留下来的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人真的是小毛几致 然后后来听到一些师姐分享说 他们有一些老菩萨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些咖啡店早上 一边喝茶聊天什么 那我们就想到 哎 倒不如我们就 试看招一些那些菩萨很喜欢早上去喝茶的 尝试约他们来 我们环保站做 然后他讲说 你们要来做环保当天 不用去养草了 我们的环保站这里就有提供咖啡啊 奶茶来给你们 那就慢慢慢慢慢慢就好像已经是 变成了我们这个环保站的一个特色了 就是好像有时他们 有时候我亲家他们没有喝到的话 他们讲 哎呀你昨天没有来啊 我们没有的喝啊 什么这样子 就是觉得到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方式来把大家的感情 抠到紧紧 大家真的是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好 谢谢彩芬 谢谢彩芬师姐 那其实真的是一家人的感情啊 能够凝聚大家 也能够把这个环保站呢 经营的非常的井井有条 那先感谢我们今天 TSB环保站志工的这个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